读书员的精神家园,每天读点哲学,因智慧,的自由,想幸福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,对中国的哲学,在表面上影响很大,因为他跟马列加在一起,大家公认他是马列主义的来源。 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太浓,但是理解非常表面,我们现在再去对他加以研究,绝对不是炒冷饭,我甚至觉得是开替了一个新的天地,我们原先的理解太潦草,真正要把握他,那是非常深厚的东西,而这种深厚的程度,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看得出来,德国人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。 因为我们是旁观者,跟我们的文化相比,觉得他确实恶不得。 德国人也已经麻木了,没搞出新东西来,德国哲学最近几十年非常沉闷,没有新东西,但是他们自家的东西,并不见得就搞得很痛。 当年温德尔班有一句话,能够真正理解黑格尔的人已经死光了。 我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,我去过两次德国,上次我到黑格尔读书的地方,相当于他的故居了。 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,有一个大招牌,上面写着黑格尔的语录,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。 我说不对啊,黑格尔从来没有说,存在的就是合理的。 他是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,这个哲学界有争论的。 恩格斯专门为这个东西发表过看法,现实的不一定是存在的,存在的不一定是现实的。 做过变息的,德国人在黑格尔的纪念馆门口怎么贴出这样的招牌。 我回来把黑格尔的德文全集,从头至内搜了一遍,没发现这句话。 德国康德哲学的主编莱姆大讲学,我陪他吃饭的时候就问,问他这个问题。 我说,这句话是不是有误? 他说,是的,黑格尔不是那样说的,应该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。 我说那不可思议,在德国本土,在黑格尔的故乡,而且是在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,贴出了不是黑格尔说的话,下面注明是黑格尔说的。 这怎么可能? 他说,你是对的,我下次去跟那个博物馆的人说,有一个中国的学者指出来你们这个是错的。 可见德国人对自己的传统,不见得就吃得很透。 还有,哲学不是指导生活,我觉得哲学就是生活。 我有一篇讲演就是哲学与生活,或者哲学与生命。 哲学是活出来的,不是学出来的,学出来的那不是哲学。 那只是哲学知识。 哲学史上面的知识有很多,有很多哲学命题的知识,像逻辑学,要化为哲学的话,只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。 真正的哲学是活出来的,一定要拿命去活。 像康德,黑格尔都是拿命去活的,他们都是几十年当家庭教师,受尽了人间冷暖的波隆。 黑格尔是很典型的,大学毕业,拿到博士学位,然后没工作,就到乡村里面去当家庭教师。 跟一个贵族,叫他的儿子,看得的也是多年当家庭教师。 后来好不容易搞了各边外讲师,就在那里苦苦的写啊,研究啊,写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发表。 他自己不拿出来,他觉得火候味道,就放在箱子里。 现在我们把他搞出来,把他为发表的手稿拿出来印。 可以看出他在成名之前,有多少东西是没有发表的,他就在考虑这些问题。 黑格尔最开始是考虑宗教问题,信仰问题,这都是活命的问题。 所以哲学跟生活,绝对,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,有直接的关系。 他们很多人都明白说出来了,康德有一段话说得很全。 他自述,我原来是想当一个学者,当一个科学家,后来是卢梭教育了我,他让我懂得了我的学问,说我不能对一般的大众提供帮助,那我就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一个洗衣工,一个裁缝。 他说是卢梭让他懂得了,学问是用来为人世间的,为生活的。 每个人都有哲学,人跟动物不同,就在于人有世界观,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,就算他没有明确的意识到,但是有时候他可以意识到。 比如说小学生,你要他天天做作业,他就会有反抗,为什么会有反抗呢? 他不耐烦,觉得人不应该这样,人家都在外面玩,为什么我要在家里做作业? 家长说,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,将来出人头地,你要考上大学,我为什么一定要考上大学? 但是在教育的管制之下,他把这些想法都压制了,若是因为很早就下农村了,没人管,就让他生长起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